中国导演拍片质疑当局,五年来有家归不得。 以妈妈的口供入选去年高雄拍的中国导演英亮,影像创作道路曲折。 2012年以电影《我还有话要说》拿下瑞士卢卡诺影展最佳导演的他,历经四年流亡生活后从短片再出发,先凭9月28日情或前年金麻奖最佳短片,接住完成妈妈的口供。 英亮斌拍了治理公安体系的电影《我还有话要说》遭中国查禁,流亡香港,事隔四年,他助手将一家三口在台湾与岳父母团聚的经历改编为影片,拍成短片妈妈的口供与长片自由形两种版本。 英亮的影片资金来源,短片由高雄拍,长片则得到台湾公式和其他国家投资。 英亮本来只想拍短片妈妈的口供,但因朋友们认为能拍长片,她也想表达得更完整,因此两片焦点不同,长片呈现整个家庭的变化,短片则从母亲的角度切入。 第一次在台湾拍片的她说,写剧本时就已跑遍高雄看景,拍摄时也得到高雄拍,和高雄协拍中心的帮忙和配合,不然长片加上短片,不可能15天就拍完。 短片妈妈的口供今年先后入围路特丹影展与釜山国际短片节的国际竞赛,以及乌克兰KID国际短片节,在国际间引起回响。